刘备拥有卧龙凤厨 为何还是不能统一天下 庞统之死说明问题三国时期 有这两位具有今天为地之才的人物 一个是卧龙诸葛亮 一个是凤厨庞统 三国演义中的一位世外高人 水晋先生司马辉曾说过 卧龙凤厨两人得一可安天下 而曹、刘、孙三芳多极力希望得到这两个人才 但是戏剧化的是 这两位都让势力最弱的刘备得到了 可是有了这两位惊天动地的人才 刘备却还是没能得到天下 最终只能偏居一周 与曹操、孙武顶足而立 那拥有这么强力的人才资源的刘备 为何还是不能统一天下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其实在刘备这一派中 庞统的军事能力是比诸葛亮要强的 他特别善于分析人物性格以及出谋划策 并以贯触其谋著称 比如他就曾计划在九席上杀死刘章 从而助刘备取得西川 但刘备对西川虽然也有想法 但是却因为其自身犹豫不决 也不想用这种方式去夺取地盘 也就因此失去了一次 本可以占领一周的机会 而之后 刘备与刘章闹翻 刘备就带军进攻刘章 而此时彭统就给刘备出了三条计策 第一条 挑选金兵 昼夜监行直接偷袭成都 可以一举而定 此为上纪计 第二条 装作要回荆州 引刘章部队追击 可就此埋下伏兵一举灭之 而后进兵成都 此为中计 第三条 退还白地 连引荆州 慢慢进途一周 此为下计 最后 刘备采取中计 虽然计策不错 却也不是很顺利 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僵持局面 而庞统因为立功心切 被人射死在落凤坡 这一损失使得刘备痛不欲生 而在庞统死后 刘备方寸大乱 急忙将诸葛亮调来成都 而诸葛亮的离开 使得关羽狂妄自大 丢失了荆州 之后 刘备前妻的幸运 于顺利就到此为止 终其一生 也不过是虎聚一周之地 再也没能处得去半步 小编认为 刘备之所以 在拥有沃龙凤楚 两位金氏之才的情况下 却只能到三分天下的地步 其原因在于 刘备个人的性格缺点 从性格上看 刘备虽然为人宽厚 清闲爱民 但也优柔寡断 欲是犹豫不决 从他采纳旁统给出的建议 就能看出来 作为一个帝王 必然应该做事果敢 性情刚毅 而刘在关键时刻的 迟疑与仁义 直接影响了战局的优势 决定了刘的失败 就比如上述所说的 杀死刘章之计 如果刘备果断下手 也许就不会失去庞统了 而如果庞统不死 诸葛亮便不会掉去攻打西川 关羽也就不会大一世荆州 刘备可能成为 三国中最强大的力量 那么到最后 刘备很有可能 匡复汉室 平定天下 刘备 刘备 刘备